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中國政府對抗議者的鎮壓顯示出虛弱的標誌 最近幾天中國多地發生不同尋常的民眾抗議活動 大家反對嚴苛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挑戰言論審查制度 還有抗議者哭出習近平下台為共產黨下台的口號 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出席北約外長會議的布林肯 在星期三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及主持人米徹爾的採訪時後作出這番表述 米徹爾在採訪中提到中國正在鎮壓抗議者 這是否在某些方面給予美國增加槓桿力 習近平的地位是否因此削弱 布林肯表示他無法談論他的地位 但他能說的是這一點 首先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是新冠狀病毒清零政策 不是我們會做的事情 我們一直將重點放在確保公眾有安全及有效的疫苗 確保我們有測試、有治療 而這被證明是有效的 中國必須找到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前行道路 一條既回應衛生健康需求 但亦回應人民需求的前行道路 我們不能看他們解決 針對中國多地發生的抗議活動 拜登政府官員作出謹慎的表示 白宮官員表示支持任何國家民眾及和平抗議權利 但避免直接評論中國政府嚴格的清零政策 只是表示這種封控政策不是美國所尋求的 留意地的防疫恐怖 對中國一起作為與平抗議 而發生於晦陰的期限